恭迎尊上同回北城 你十年我在无境之海 终于重回北城了 尊上您在无境之海掌握财政大权 早已封王 这次回来有何吩咐 这照片里是安安 是我死去的好兄弟庄浩 这次回来 我一定要照顾好他们兄妹俩 我定会照顾好庄家 那庄大哥的事需要我出面吗 这件事你先不用管 他们家最近庄太弱了 最近北城动脑 庄大哥的妹妹庄安小姐正在招聘保镖 招保镖 走带我去看看 我们庄总的保镖啊 必须是顶尖高手 身强力壮 最重要的是啊 你要24小时随身待命 保护我们庄总 李秘书选我吧 我可是全国传奇冠军 保护女人不在华夏哎 李秘书选我 我爷爷的爷爷可是张三丰的 坐下弟子 就他那样了 我一等我打十个 哎 站住你谁啊 哎 听说 庄总在 招聘保镖上 哎没事 我就过来看看啊 那个你们继续啊别忘了 你是来面试保镖的吧 给你马上离开 我们庄总的保镖都是一顶一的顶级高手 就凭你个白斩鸡 没费白斩鸡 我告诉你啊 我混荡江湖十几年 第一次忍住错了 人不可抱歉你知道吧 你马上离开 要不然找人帮我封出去 就这些啊外挂连倒了 我觉得不行吧 啊还是怎么用 就凭你啊 喂庄总我马上过来接你 庄总马上就要来了 你们几个谁要是第一个 把这个小子收拾掉 谁都是庄总的保镖 是来给 就你小子他想做庄总的保镖 不自量力 我这一拳不把你打到满地爪牙 我跟你信啊 小子今天完了 我可是正三峰的二十三代传人 歇 没本事别瞎吹 庄总 这次的保镖都是我经过曾经筛选的 把城市北城的绝顶高师帮你满地 好 这怎么回事 你好大的胆子啊 庄总真擅自跑的装饰集团闹事 而且还是我不嫁我打保镖 我这就请人把他轰出去 死不了 是他们先弄的手好吧 再说我最不老了 来人等等 这些人都是你打倒的嗯 啊我已经给你建立过了 这几个根本就不如高 你做什么 你叫什么 叫白泽 以前在无尽 无尽之海 李秘书把他们都带下去 没我的允许 不许任何人进来 好了起来都别装死了赶紧出去 我听说我大哥也在无尽之海 你见过我大哥吗 我作为无尽之海的后勤人员 我当然见过你大哥了 只不过 大哥最近执行任务去了 难怪我都联系不上他 他执行什么任务 危险吗 你大哥 这个任务 如果我大哥在就好了 他肯定会保护我和妹妹安全的 哎呀啊 大哥肯定会回来的吧 我不是看你最近在招保镖吗 你看看我怎么看 你啊 不回答我就当你默认了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这 庄总 巨峰地产的万总说是有个项目 我和你合作巨峰地产 他可是北城的龙头企业 一向心比天高 怎么 把合同送上门来 他人在哪 他在贵宾接待室 行 我去看看 哎哎你等 你个白讲迪姐怎么还在这 我现在可是安安24小时贴身保镖 不上救命还保镖 赶紧滚吧 你个小嗓伙 今天我一定要让你乖乖就范 嘿嘿嘿 哎呀啊快走快走快走啊 哈哈哈哈哈哈 咱们在商圈也认识好多年了 我这不是 听说你公司有难处 我雪董送炭来了 万总 这翠璃山庄可是北城各大家族 争抢的大项目 你真的愿意跟我合作 我就喜欢 和你这种美女总裁合作 我相信我的眼光 那就谢谢万总吧 希望合作顺利 那是肯定会顺利的 这样 我安排了一个大招 咱们在签合同之前 是不是应该去爽快爽快 嗯万总你什么意思啊 我可是听说 你这私底下很骚的 只要你陪我一晚 我保证你的公司 蒸蒸上 万总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这合同我不要了你请我回吧 送上门的钱你都不要 你这多少有点给脸不要脸了啊 我可不管了你 你个狐狸精 我让你够有个老婆啊夫人 我在和万总谈项目 都难把女的谈什么合作呢 怪不得我老公对这不对劲 原来都是被你做胡门你给够走了 今天我非法了你的意思 把你们端上去我好好看 你这个胡闷子 万总 你赶紧给你老婆解释解释呀 那个老婆 都是他 他为了和咱们家合作 这勾引我这这事 勾引我 没问题 我让你勾引我老婆 你竟然勾引我 哎呦 给你三个 跟他老婆 老婆出这 老婆他欺负我了 你不是 你这小子我老婆你也敢动弄死你 我告诉你 我就是 别碰别动别想 我都让你扣我一倍 白泽我们走吧你别闹了 大侠大侠我我我 老婆 这种呀 我小心 老婆 小子 我可是北城万家的家主 你是什么人 报成名来 白泽 海泽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北城还有叫的账号的白家 小子 我用你 现在立刻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我弄死就你 还想让我磕头道歉 还弄死我 小子 你很小子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人剁了 你不能干 干吧 我 警告你 以后看见安狗罩到头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听你了 莱泽你怎么能这么鲁莽 这万家不是我们庄家能得罪得起的呀 哎 你屁我猜 你来帮我 转 你可真会勾引男人 你竟然让这个野男人 对我老公下如此毒手 你等着 我要让你们庄家破产 哎 看我们这次怎么搞 这不是万总和万夫人吗 你们没事吧 装手 你堂位刚打了我老公 你是来看笑话的吗 我老子 你放心 装安安就不会乱走下次 我一定把你跳出 这个呢是 北城金融中心滴个了一个项目 价值不合意 如果你愿意帮我收拾壮安安 这个笑 就是你的了 你这回头哪个要知道的 你一口罩就跟我講 萬福你放心 收拾樁還不講的 這次我一定給你辦老的 說啊 好多 這萬星山在北上可是想當當的人物 得罪了他可就麻煩了 我管他想不想當當幫忙 只要招惹了你就不行了 喂玉柔什麼事 什麼分泉大會 我怎麼不知道 誰知道啊 堂哥那個人一肚子壞睡 不知道這次是不是要跟我們搶財產 好行我知道了我自有分寸 分泉大會啊什麼情況 這事你不用問了你也管不了 對了你在哪出包 我這不剛來北城嘛也沒地兒倒想 那你跟我回家吧 你是我的保鏢就負責我和妹妹的安檢了 我的事你不用多問也不用多管 哎哎等我啊 姐那你新交的男朋友啊 你別亂說 他就是白澤是我的保鏢 以後就負責我和你的安檢了 那你就是以為妹妹啊啊 跟你姐姐吵得挺像的 保鏢 姐 你看他八成是個騙子吧 你趕緊讓他走 哦 你別鬧了 不是讓你去國外住一陣子嗎 你怎麼又回來了 姐 莊家分泉大會 我這不是擔心你嗎 這人一看就不是什麼好人 你趕緊讓他走吧 不是 怎麼看比較好人呢 人不可冒陷的懂啊 你剛還色迷迷盯著我看呢 大小姐 別自戀了好嗎 就你這 不稀的看 你說誰飛機場呢 哎我說你飛機場啊 他自找 好了 我明天還要參加分泉大會 一堆不破事呢 要鬧的話 你倆出去鬧去 嗯 他 醜了我 怎麼 那個什麼 信譽科技地產 是我馬上安排 正好 我沒有什麼 我在那邊就好好待啊 這個人 奶奶 這莊安也太不像話了 今天可是咱們莊家的分泉大會啊 這好多人等他一個人 這百明都沒有把你放在眼裡啊 可不是嗎奶奶 我老公就好呀 可是一大早 就從龍城看完會趕過來的 而且啊 還談了一個大項目 人家我們來了 奶奶就上股車 晚了幾分鐘 呦安安 今天可是咱們莊家的分泉大會啊 你這帶著個外人 什麼意思 牌子他是我保鏢 不是外人 這場的歪瓜裂藻的 想必就是安安堂哥了吧 看面相就挺缺的吧 呦 保鏢 就他 我看是你養的小白臉吧 堂哥 你早上起來是沒刷牙嗎 招嘴就沒什麼好話 哎呀 臭死 你 行了 今天是莊家的風泉會 有話呀坐下來慢慢說 上座 上座 有花 有花 還想動 嗯 咱養不夠 你才有什麼鬼子 龐哥 什麼狗狗的 你說話放尊重點啊 白澤哥你坐 麗柔 我勸你對我老公客氣一點 這莊家呀 很快就是我老公的 你要是再敢無理 到時候 你可別後悔 莊家 是我大哥的 誰都不想跟我大哥搶 哼 你大哥 十年了表明 說不定了 有啥來了嗎 莊俊航 你別太過分了 我大哥可是 柔 書得無理 簡直是胡鬧 爸 今天分拳大會 不知道您老準備怎麼分呢 這些年了 安安呢 又莊家貢獻 大家是一個貢 俊豪呢 小孩也不臭 這安安的大哥 不在 這莊家的繼承權呀 就由安安 和俊豪之間 兩個人選一個吧 媽 這莊家歷來家主之位 一向都是傳男不傳女啊 我看 乾脆的莊家就交給我兒子俊豪來管吧 奶奶 你放心 如果我接管了咱們莊家 我定能讓莊家在咱們北城晉升一個檔次 要上一頭 當年爺爺還在世的時候就說過 莊家的繼承人是我大哥的 柔啊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大哥早死了 你安哥你別胡說 啊 我懒得真爭 咱們莊家的家族位 傳男不傳女 這家族位啊 當丁了啊 呦 那傳男不傳女是吧 那誰呀 啊 你家 我還是一個人 我肯定比你錢吧 不是 我的東西 怎麼是他呢 什麼 我沒聽錯了 我們要去啊 這是個好主意啊 讓白澤哥入了到我們剛家 然後讓他當莊家的家主 再跟我姐一起打給莊家 白澤羽柔 你們服裝什麼呢 姐 你這廚藝不錯啊 但你拿著家主位 我給他修了他 奶奶 你聽到沒有 這莊啊 他為了一個家主位 竟然讓人家來附近的窮小子 入聚到我們莊家 這個 這不是他我們莊家人的臉嗎 就是啊奶奶 你可為我們聽好多久啊 來人給我把他哄出去 奶奶 白澤是我大哥安排到我身邊 保護我的 求求你別趕他走 暗暗 你大哥當真還活著 什麼 莊好十年了 藥無音信 怎麼可能還活著 不行 我必須要馬上把莊家弄到手 老公 這 你是不是糊塗了呀 莊好十多年沒回家了 要回來早回來了呀 整場時間回家了 肯定是死在外面了呀 咱們莊家不可一日無主呀 還是儘快讓我兒子接管吧 你們這一段負責 是天天盼著高好死 你咱就說鼓勵標 這有你說話 不是 奶奶 這是我剛才信譽地產在金融中心 請你價值五個億的合同 哈哈哈哈 哎呀 兒子出息了呀 這信譽中心啊 可是北城的龍頭體驗呀 你竟然能拿下五個億的大項目 哈哈哈哈 還真是金融中心的五億項目呀 君豪 你這回可真是過目過目 奶奶 這君豪已經拿下五億項目了 啊 這莊家 這小禮金黃來接管吧 哈哈哈 是啊媽 君豪年輕有為 定能帶領莊家更上一層樓吧 姐 這個怎麼辦啊 我覺得 你這五個億的項目應該是 說句話呢 這五個億的項目 可是信譽集團萬夫人親手合作 怎麼扯得廢了 白澤你幹嘛呢 張女豪是吧 手機有嗎 看新聞啊 信譽科技已經脫產了 信譽科技脫產了 怎麼可能 信譽科技可是北城的地產龍頭體 最不缺的就是錢了 哎 竟然是他的脫產 啊 你想的這條狗啊 不光不守規矩 看這腦子也不好吧哈哈哈 就是腦子有問題 哎 你這個當主人的 應該帶他去 呃 去奉養院好好的治一治 這萬一 亂養人這麼辦 我說 你們這一大家的沒一個正經人好 本來我是看在安安面子上 你們是他們的親人 我是一人在 如果你們再得尊禁止 心裡有收入 姐 信譽地產真的破產了 老公 你怎麼可能 啊 老公 這這真的破產了 那沒五個億的項目 是不是廢了呀 這五個億的項目 說沒就沒了 堂哥 你也真是的 你怎麼拿分失效的合同啊 害大家都白高興一場 莊與柔告訴你 不要得意的太早 咱們莊家遲早還是我們 咱們莊家 莊家的規矩傳男不傳女 這家 遲早還是我做的錯 你胡說 爺爺在世的時候 可沒說什麼傳男不傳女啊 而且現在都什麼年代了呀 還這麼男輕女呢 自在家族的故家家族都是女的呢 行了雨柔你少說兩句 安安 雨柔說的沒錯 自古都是能爭多了 而且你被莊家復仇了任務 該是你就是你 應受 章老輝人你叫安安 在大理中家 你算了什麼東西啊 中家誰做主還能聞到你這外人說的錯 我說你說兩句得了 看著動什麼呢 你敢動 你白澤你別鬧了放開他 你放開我 那我幫你沒事吧 你這個臭保鏢 你還讓動我你找死 奶奶 可動你們樣子你敢動我 那是狠妙眼不把你放在眼裡 安安呀你也真是的 就算是你大哥安排進來的人 你也不能把他帶到咱們家裡的 那那我 行了你大哥現在不在 這莊家更不能叫他來打理 精靈堂府有一個弄全球的一個項目 如果你的手中想拿下來 以後莊家就讓你來戰士打理 唐家 這可是北城四大家族之首呀 唐家家主啊 要是我沒記錯的話 啊這就是我熙龍殿四大鐵門之一 他們叫我 哎呀唐家據說現在是唐少在負責打理 這唐少 囂張跋扈 可不好對付 姐姐唐少就是個垃圾 你要是跟他談合作 你一定會吃虧的 哈哈 啊 既然奶奶都發話了 那你這合作 你不談也得談 不就是跟唐家合作 我替安安答應了 白澤 你在說什麼呢 安安 你放心 這事 我幫你考慮 呦 你小子口氣倒不小 那咱們就這樣子 如果說安安把這個事情 談下來了 以後我就承認 安安是莊家的家主 如果安安安沒有把這個事情談下來了 以後這莊家就是我說的算 還有 安安和莊宇洛 把你們通通補出莊家 哎 這個主意不錯 我贊成 哈哈 我也贊成 這不公平吧 啊 那如果安安拿下了這個合作 你能請喝 管州莊家 好的 一言為定 這次啊 奶奶 你一定就不能再偏探誰了啊 安安呀 給你三天時間 拿下和唐家的合作項目 否則 主廚莊家 奶奶 我 啊 您知道那些好消息啊 啊 你放心 姐 你打他幹嘛呀 白澤 你知道這次給我找了多大麻煩嗎 金陵署的唐家 北城四大家族之手 這不是我們莊家能觸及到的 你有什麼能耐 你憑什麼替我做決定 啊 你放心 這次唐家的合作 我一定會拿下 你拿下 你有什麼能耐拿下 這件事就算我大哥回來 他也不一定有辦法 你能比得上我大哥嗎 姐 堂哥那個人一肚子壞水 要是他掌管了莊家 一定會把咱們都趕出去的 你就相信白澤哥一次呢 他肯定有辦法了呀 羽柔 這白澤到底怎麼蠱惑你了 你現在還替他說話跟我頂嘴 姐 我 要是我和羽柔 因為和唐家的合作 被逐出莊家 我大哥回來絕對不會放過你的 安安 你放心好了 跟唐家的合作包在我身上 吹牛也不打草稿 哎啊 你去哪兒啊 收拾你的爛攤子 唐少在北城就是惡霸 你也都不關心我姐 要是他出了什麼事 我一定找不了你 羽柔 你放心 不管你姐跟誰合作 不管他出了什麼事 你都會幫他擺平的 吹牛 混蛋 喂 剪刀 看见就看见了呗 我一个大男人我又不吃 哎对了啊 我给你做个吃的吃的 我还有事哎你等我呀 我跟唐少谈合作你去干嘛 我吃你保镖呀 二十四小时不离生 处处保护你了去 你就老老师在家待着吧 去了只会给我添乱 哎啊 我这次一定会给你的惊喜 哎你等等我啊 先说好 等会我进包厢谈生意 你不许进来等吧 我在不会等啊 这怎么行啊 哎那个桃少对你动手动脚 吃人的豆 用便宜的小子 你能不能不要把人想那么龌龊 自己不正经看谁都不正经 我 你什么你 你就在外面老老师等着我就行了 要是赶紧来捣乱 你就等着被开除问题 想啊 就上升到开除了呢 你 喊悔上啊 哎 想不到我无尽之海 屠龙之尊 远到给别人看门的地步了 嗯 哼 哎呀唐少你好坏啊 唐少不好意思 路上耽搁了让你久等了 你 就是专安安 坐吧 坐这么远干什么呀 嗯 来来来 坐这边 不是要谈合作吗 来这个 我们慢慢聊 唐少 听说金灵府在河道口修建度假村 我们庄家很感兴趣 这是我们的计划书你过目一下 嗯 合作的事情吗 好说好说 我呀 酒店开了一个情侣房 听说新出的情侣套餐 哎 自己 给我上开玩了啊 唐少 你别这样放开我 我是谈合作的 哎呀 有什么事情 我们到床上去看 床上啊 我什么都听你的啊 唐少我都听你的 唐少你放开我 行啊 跟我玩欲擎故纵 有意思 主动的我玩腻了 我唐百川呀 就喜欢你这样欲拒怀迎的哈哈哈 不喜欢床上是吧 没关系 喝一杯 唐少我酒量不好 这个可是82年的拉菲 我昨天才过来的 给我个面子 喝一杯 哎 但是你今天不知道 只好 是老师 你怎么给你 走 咱们 虽然 不愿意 有什么 是看上你们庄家的实力吧 唐少 那你的意思是 除了在床上谈 其他的都免谈是吗 你还挺上道啊 早就听说 庄甲大小姐 号称北城第一美人 没想到呀 不仅漂亮还冰雪聪明 小婉 衣服套得自好 你不想到我吧 合作 顺其自然 唐少那既然这样的话 是我们庄家高攀了 那就下次再合作吧 站住 想走 你到我唐百川是什么人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你 我可是听说 你没有交出男朋友 你放开我 白子我今天睡病你了 白子救命啊 你找你找和和也没有用了 今天把我伺候舒服了 我给你点钱套 合作的事情好说 要是敢不从我 我动你手指 你们庄家就完了 白子救我 啊 没事吧 我没事 你谁啊你 白子 哎你知道 我是谁啊 我管你是谁啊 我管你是谁啊 只要你敢气管 我就跟你没完 好赞你 你叫白子是吧 生大女的狗眼好好看看 老子 可是唐家继承人 唐家知道吗 四大家族之首 还敢跟我交白啊 我告诉你 安安让你签合同 别整那些妖子 公司我让你厚一辈子 培泽 要不是这事算了吧 你真心 还敢得罪我 我可是唐家的继承人 得罪我 就是得罪唐家 信不信把你祖坟给你跑 我何在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签 还是不用签 行 签合同是吧 不签 不签 让庄安安 给我去情侣大床房 爽一爽 哼 立马签 老小子 情侣大床房都算没好了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给你准备一个高级定制的棺材啊 就你 高级定制棺材 你很腻了吧你 你还个罪幼 你敢动我们唐少找死呀 唐少你没事吧 帅 帅子 是你男朋友 他 他 他是我保镖 唐少 刚才真是抱歉 我保镖形式鲁莽欠缺管教 我回去一定好好说他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别跟他计较了 别跟他计较 别跟他计较 在全城 就没有人敢提醒你 这小子 顶撞我就算了 还敢跟我动手 从今天起 北城再无庄稼 你唐少你别骑人太甚 我们庄稼虽不及你们唐家 但在北城怎么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 你要是真的敢灭了我们庄稼 定会有损你们唐家的威望 你一个女人 还敢教训我唐百川啊 我告诉你 你再敢躲了一下 信不信我废了你 老子不发威 你当我脾气好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 我爸是唐门 你信不信 我让我爸把你剁碎了 剁到无尽之海里面喂楼啊 就是因为你爸是唐门 我才让着你 好 我今天就替他们 好好教训教训你 那那 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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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收拾他 谁是他叫他我给谁一千万一千万 哇塞一千万呀 都给我买套房了 天心宝贝天心天心过来 你揍他揍死他 我我给你买别墅 我我给你买套房 买车 天心天心宝贝 原书和好车 我我来 还想干什么 你白泽你放开他 你放开他 你放开他白泽 你 白泽算了我们走吧 算了 来都来了 合同必须坦诚 得罪我 还想跟我们唐家谈合作 做白日梦呢 你等着 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 让他过来收拾你 好啊 你把他叫过来 我等着他 喂爸 我才比好几天被人欺负了 你小子还扬言说 你连你一起打 你快过来 我把他叫起来 我爸马上就来了 今天就是你死 非吧你哥哥去 这精灵锁得堂了 力大无从失手了着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放心 我今天一定能等待你跪着 这都什么时候 你还说这种大话 你今天要是有五次 让我跪下给你磕头道歉 老子叫你爷爷 哎 对了 按照背法 你确实你还没陪爷爷 他是我用你手孙子吧 家门不休 我呸 懒得跟你扯 趁现在还有时间 给你机会扯 哎呀 太好我爸来了 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老大 哪个臭小子 敢欺负我儿子 爸 你来了 就是他 就是这小子 叫白泽 他还口出狂言 要跟你一起打 唐门 你还真是叫死无方啊 对上 你老子的 你还敢直呼我爸大名 在我外面前老天老四的 啊 你快不来盘了 别活得多嘞 滚点 干什么 你你老糊涂了你 滚下 爸 你老糊涂了你 你 干什么这么多人面子 我不让面子 有什么面子 我看你这么严有面子 滚下 爸 我 常哥 他怎么给我打电话 啊 要不你先出去接电话 里边是交给我 好 好 那你按这边等我回来 好 赶快给尊上磕头磕到尊上满意为止 啊 什么尊上呀 我 唐门 尊上 原来这些年 在北城很不错啊 怪我教族吗 尊上 责罚 你这儿子 属实是完美 要不是汉子 是你也有儿子的 我早就让他去巡龙殿力 尊上 在您面前 我俩还需要什么面子 就让我的逆子 到巡龙殿 历练两年吧 要不然 你的金陵符 真得拿去做慈善 哎 他就是 他就是 吴敬之还是不龙行 这真的那个大叔啊 是啊 他就是 巡龙殿的尊上 我错了随事 我真的错了随事 行了 历练的事 有唐家自己安排 河口度假村的那个小 有拉近 知道 你 随事问你话 哑了啊 我知道随事 你有掌心 我一定安排好 包包安 小心满意 好了 都起来吧 是谢谢随事 我现在的身份 好 好 再给他 我打个心跳 来人 把河都打过来 哎小姐 这是河道口度假村的 河道口度假村的项目 您刚才不是说我们庄家没有资格吗 有资格有资格 小姐 刚才是我杜董事 我有眼不住 我是混蛋 小姐 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和我们唐家合作吧 哎 既然唐家就没有同意 啊 这不会是别门装的上套吧 哎小姐 呀这合作有问题 我你在哪里 我爸去门上去碰撕 你发誓归发誓 我所教你不行 那 就谢谢了合作愉快 愉快 愉快 合作也下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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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堂上 骚张跋扈 我们好干干的 那同意合作了 我刚才呀 就是找 堂老理论了 堂老英明神武啊 好好的把这个堂上教训 这才可以 哼 以后少给我惹事 咋了 好 那 那 这次能拿下堂鼓 心灵的合同啊 那你这次真功不可过了 奶奶 这合同讲的吧 堂家可是四大家族之首 怎么可能看得上的合作 你别说我看人 我们庄家就是北城三流下 堂家怎么可能看得上的合作 我说我管你呢 还是什么意思 你也瞎 你说下董 没有资格跟我讲话 我看啊 这合同肯定是假的 奶奶 现在我们就应该把庄安逐错 我们庄家 庄俊豪 你太过分了 谁过分 拿着假合同不能 庄安 我看你是越来越长本事了 哎 我就说 你就为了这么点钱 啊一心赶紮安走 这好歹你们是不是一家人 你就是个谎子 你真把自己当庄家女婿了 滚一边去 够了 安静下来 做合作是没问题 在安安的国庄 安安啊 是我们庄家的 寄居人 什么 奶奶 那要是 安到时候死了呢 安安大夫是真死了 安安就是我们庄家的寄居人 奶奶 我也是您孙子 您不能这么偏心啊 我在庄家做牛做马 没有功劳有苦劳啊 你好呀 你由他学生 还叫他 你一定会 你一边 你也要 我一定好好打理庄家 多哈 多多的 哎 你放心 如果他在干净 我就教他做人 白色 你别动不动就打人 现在是法治社会 行了 我还有事 回家吧 由他身体不舒服 我回去照顾他 白泽哥 我听我姐说 奶奶让她做代理家属 姐说你生病了 让我回来看你 你这 你没事吧 收拾这么好看你去哪玩啊 明天是我姐生日 明天是你姐生日 对啊 我要去花园饭店 勾结准备给你洗手 啊白泽哥 去花园饭店 你打个电话 去预约一下就完了吗 花园饭店可是北城之心啊 要预约四十三 三个月 哎我都是拖了好多好回关系才约到 你别磨叽了你走吧走吧走吧 我刚回来 你这是这家的酒店等到晚 明天的这家饭店给我们帮我 白泽哥你说什么呢 好 我马上要开下去 明天发现饭店不对的一页 这位是 你搞错啊 他是我呀 啊 保镖 既然 房间也定好了 你回家了 村巷早已疯了 怎么委屈做个保镖呢 难道 有绝没任务 哎呀 白泽哥 你就带我去无敬之海 哎呀 无敬之海的海 里面的鱼都没意思啊 白泽哥就带我去看一看 白泽 你们干什么呢 我正 刚刚在跟白泽哥商量去无敬之海 正好我想去看着大哥 大哥在无敬之海执行任务 你去了 只回天了 这不是胡闹 半年又半年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大哥了 难道我去看着他还不可以 白泽都说了 大哥在执行任务 执行什么任务又不说 姐 你从小到小都没打过我 你去看我 你给我闭嘴 那就别生气了 明天是你生日对吧 刚才我还和雨柔去为你准备生日惊喜 什么 你俩居然去发现饭店给我准备惊喜啊 我还以为你俩去哪鬼混去了 你也不早点说 一天两天定给我惹事 这个星期 专家的卫生你帮了 我 喂听吧 尊上 装好哥的骨灰 已经从海国运回来了 需要我安排人送到装饰站吗 但是还可以了 这件事不能让专家人 尤其是安安 好久 这样 将来做空框的时候 今天 我会替你照顾他 我当成 对 对 哎呀 白泽哥 你怎么又在搭桃框呢 不是 我能搭桃框呢 哦 我有 白泽哥 你赶紧把你的口水擦擦 别再送一密听着我姐看了 雨柔你别胡说了 哎 男人都没东西 行了白泽 我们等下去开饭店 你也一起吧 好 啊 好巧啊 嘉嘉好久不见了 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我男朋友 霍天白 他是霍家的大公子 啊 介绍一下你的男朋友 男朋友 对啊 就是 这个穿着一身地摊货的 不是你男朋友吗 嘉嘉姐 就算我姐找了一个没钱的男朋友 说话也没必要这么尖酸客户吧 你柔你干什么少说两句 啊 以前你妹妹年纪小不懂事也算了 现在有二十好起了吧 还这么没叫 你说谁没叫呀 这里只问你跟安安还有别人吗 哪家的大小姐回家外不大 大叫 真的 嗯 我劝你啊 原来会有客气 否则你是你呢 我也会正好说 哎呦喂 啊 你这个男朋友没钱也就算了 他这么粗啊 像我男朋友 他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 MBA学位双学 哎 你很深深 哎 嘉嘉 跟他们讲的都干嘛呀 做人呀低调一点 你说吧 啊 你们来这个花园饭店干什么 来饭店能干嘛呀 当时来吃饭的呀 今天说今天生日 白泽泽可是特意为我姐姐 订了花园饭店的包厢呢 我怀疑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呀 花园饭店躲过来 有花花大排档 男朋友给你订的位置 应该是那种 大排档 什么大排档呀 我们订的就是花园饭店 是吗 那你们预订的是记号包厢啊 今天啊 在一起两周年明天日了 是他呀 三个月的新租包厢 我们 起床包厢的男朋友 咱们想去哪间就去哪间 主流 你问他干嘛 该不会 真的没有一定包厢吧 我 不是吧 你们连几号包厢都不知道 这个花园饭店啊 要提前三个月 呃 嘉嘉小姐是吧 我劝你呢 我劝你呢 今天晚上 什么玩意 我没听错吧 花园饭店被你包了 这样没听错 所以我劝你们 你开吧 有 这到底怎么回事 姐 昨天我跟白色哥就是把这花园饭店都包了呀 怎么知道这事你就别管了 包在白色哥的身上 这 你们搞什么啊 啊 这个男朋友他是做什么的呀 他是 我是把保镖 他 我就说嘛 像花园饭店这种高档的地方 不是什么阿妈阿狗屁 人来的 人来这消费的 是有像我和我未婚和这种上等人 娜娜姐啊 你不会因为现在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公 就这么悄悄 够了玉柔 少说两句 现在身上人就是这么现实 事态也要 我们走 啊 你男朋友还没给我未婚夫道歉呢 别着急走 道歉 我干什么为了道歉 我劝你说话后不用 对 道歉 佳佳你别太过分了 真是看在安门面子上 你意义不在 你如果还想无依不扰的话 别真是大费 老婆 看这些人好声张呀 老婆今天啊 一定替你出了这口恶气 小子 有种方法你大名 客气宝宝吧 你管我叫我 哎 我堂堂破家大公 你在我面前啊 连擦鞋的资格都没有 找损是吧你 这就是国外的留学高材生 目前不怎么样 小子 有种方法你大名 你怎么想知道啊 白泽 白泽是吧 这懦当北城 我没有姓白的家 你这无名小费啊 不配我及时调查 就是啊 一个臭保镖 还等于我老公讲 不知死 性性白色我把你们打得满地爪牙 今天是我和家人的结合 我不想把事做绝 现在立刻马上跪下 给家家磕头道歉 然后同时分过去 混出华尔粉店 后供者 给你三秒钟吃 好大的口气 我在国外 可是咱打冠军 一跳三都不顺 你一个臭保镖 你接着接着 跟我叫吧 无自量力的你 哎哎哎哎 走走走走走走 你别伤害了我 白泽你干什么 说了就得了 你怎么还动手呢 你跟他们这种人就不能讲到的 那他们根本就听不懂人话 姐白泽哥说的对 就要你说 白泽 既然你动手答不好 看你活着不耐烦了 庄安 你这哪找男朋友 你竟敢打我老公啊 你给我注意点 就你们了 信不信我跟你一块手 老公啊 你看这个白泽 你竟然散大冒天 你妈 我还挺起来的 你一个手 白泽 白泽你闹够了没有 每次都给我惹事 下次再这样 我直接开除你 嗯 姐 白泽哥也是替你出气吗 可千万不要开除他 你看 我给你七块 非得走 我警告你了 这花园饭店 可是我表叔开的 表叔弄死了 吴青龙是你表叔 你给他打电话 我要看看是你表叔先弄死了 啊 啊表叔听说可是无尽之海大任务呢 别到时候说我手下不留情了 我 姐 你别怕啊 你要相信白河 喂表叔 哦 是我小企 我今天不是预定了这个花园饭店的 和花包箱吗 啊 不对啊营业 表叔 我不知道啊 喂喂 表叔喂 表叔怎么说啊 奇怪 这 我听说今天花园饭店不愿意 这谁这么大的面子 可以包下花园饭店啊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今天是我姐姐生日啊 是白河哥给姐姐包的饭店啊 行了 要跟走啊 今天上岸的生日 别打开 他妈费了我的手啊 就想把我这么打发子 你把我货家当什么 我告诉你 是你跟那小子偷袭我 让你站了上方 弄死你 我他妈跟你姓 你要给他人倒啊 啊 来来来来你从这倒来来来 住手 混账东西 吃了熟悉包子咱了 表叔 我什么都没做呀 你先带人一起去楼上的高架吧 要上班老婆 你得赶紧上来啊 你得赶紧上来啊 爹 你得赶紧上来啊 我 glm 这些饭店 白泽又要过我热吃 这可怎么办啊 哎呀姐 上次白泽都告诉我 他救过花园饭店老板 一天老板才给他一个面 不然你以为就凭他 怎么可能不会要在花园饭店 混账东西 还不赶紧跪下 跪下 表叔 該跪的是這小子呀 他可是揮了我的手 你是我親表叔 你要替我做主啊 還不跪下 表叔 這 你 你 算了 他都是那外面 無敬之涵 守護榮光的 放任我 什麼 他就是成功 我看你怎麼跟你爸交代 你捨了不該捨的人 到時候如果將其你們獲得 我看你怎麼跟你爸交代 這位我剛才就是挺受傷的 又讓我下跪 出北城 又威脅我說那的 我 在 我記得咱們 19年是不是有什麼東西採訪 對 你怎麼叫他們 就去參 是 一切挺最善 什麼 讓我去種菜 我可是北城企業家呀 我不會放菜呀 不會就去學 我怪他現在害你 讓我去種菜 你會多福 那一切 交給你 啊姐 你怎麼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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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一個事 哎呀姐姐 你別那麼凶巴巴的嗎 來 白色哥你坐我隨便 好 你往哪兒走 來坐我這邊 姐你幹嘛呢 白色哥平時粗手粗腳的 只不定待會兒又惹你生氣啊 白色哥你坐我這兒來 別人姐生氣 男人要是喝了酒 會不會對你動作動作 我不好跟你吵 白色哥坐我 就是 哎 不是坐你走不在吧 哎呀 我們嘗試這個 這個時候我特意 哎呀 你倆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輕鬆 奶奶 奶奶怎麼這麼多了 南城 是給姐姐過生日 太好了 奶奶從來就沒有 給姐姐一起吃 這次 還給姐姐過生日 哎奶奶 什麼事啊啊 你快回來一趟吧 你湯哥出事了 奶奶 你怎麼回事 電話裡說不清楚 你趕緊回來一趟 你湯哥出事了 我現在要回家一趟 白色哥 你湯哥那人一肚子壞手 能出什麼事啊 那什麼事 是啊白色哥說的沒錯 湯哥這種人死了都要活該 幹嘛一出事 就找姐姐去收拾攤子呀 你為什麼呢 我認為當家做的人 這個時候我怎麼能不盡量呢 哎哎哎 啊你走我 哦我也是 哎 哎 俊豪呀 你這不是猴鬧嗎 他的顧家 我們是能得得起嗎 那 嗯 聽到誤會了 誤會 賀子言直接在總理下了贅咖 說你在他的解決下的時候 揚言要滅了我們莊稼啊我 你啊 越是 然後這才會有些人利用 自為復動軍 就是啊媽這事兒可能常愛俊豪 我不是你把裝飾交給安安 讓俊豪給安打下手 不會去啊就是難了 不可出了這條的事 安安也得扶一包走 奶奶我回來了 出什麼事了 俊豪騰哥你又惹什麼事了呀 要我姐妹一起去看 你 雨柔別鬧了 奶奶到底出什麼事了 俊豪和天盛集團老闆談笑 天盛老闆呢看上子嫣了 所以啊就利用俊豪 給顧子嫣下掉 這顧子嫣呢 要監控發現的是俊豪所幹的 顧子嫣聯合各大家族 揚言要滅入莊家啊 你這也太缺德了吧 什麼缺德不缺德 天盛集團老闆人顧子嫣 樣子就沒睡 莊安 這事你得扶一半搭上 莊俊豪 你居心叵測用心不良 現在惹禍了 怎麼你還想甩到我頭上不吵 莊安 我現在給你打架了 現在出了這樣的事 是你讓我去跟天盛集團老闆 去談什麼旅遊巷子 就是啊 這事兒明明 安安 你堂哥的裝飾一向是驚驚夜夜 這次的項目還不是因為你 無論如何一定要負責 莊俊豪 當時是我自己要親自去談合作 你自告費 現在事情出來了 你現在倒好在這裝無辜 把事情全在我身上 安能啊 你看莊安 現在他可是咱們在那家 現在出了這樣的事 還要抱他一爬在那兒成火 安安呀 你現在是一家之主啊 你現在嘲嘲鬧鬧的像什麼樣子啊啊 這 你還裝一下 真的沒修 莊俊豪 不是出來 那他我 給我廢了莊俊豪的手腳 丟出背頭 哎顧總有話好好說別動手啊啊 你不會幫我說話啊 因為你從心裡的鼓勵群口 我差點明明進會 這個 王子 人大的氣嗎 顧總 這不也沒回了 你不會故意的 長得歪瓜裂藏 欣賞 來人 給我卸了莊俊豪的胳膊 留在海裡給鯊魚 來了 啊啊 我就是我啊 你漏了這嗎 趕趕你來顧總幫我說行啊啊 顧總 現在 你們莊家有兩個選 卸了張俊豪的胳膊 放了張俊豪 滅了 做人留一線 沒必要趕緊殺絕吧 嗯嗯嗯 是張俊豪惹火在先 那就修怪我心存什麼樣 再廢話 信不信我讓北辰再無莊家 你們急了 這小哥不夠陷 慢著 白澤 這事你別看我了 不是你能管的 早就聽完 莊家有個囂張狂動的寶標 看來就是一款 對 我挺聰明的 他 你放心 謝謝 自戀慾 男人嘛 沒一個好東西 信信 原來你也一起廢了 顧總 要不要咱們單獨聊聊 成死啊你 女孩子家家的脾氣怎麼這麼棒 白澤你幹什麼啊 你就別出來了 我跟他聊上去 怎麼了說吧 當年 在無盡之海 你的遊艇出事 是我救的 我當年可是費了好大的劍 把你從海裡撈上 長了你這麼多年 真是我救命恩人 我居然在北辰遇見你了 謝謝你當年救了我 別說謝了 以前 我救了你的命 今天 你賣我的面子 放手吧 好啊 你今天都這麼說了 那我就放裝裝好語言 謝謝你 謝謝你 放了張靖豪 這次我是看在白先生的面子上 饒了你 再不下去 你弄死 我 我再不轉了 行吧 下次就行了 行 那我們下次再 好 走 我 我 既然問題都解決了 那咱們就回家 哎 這個 你怎麼回事啊 顧總可是北城大名頂頂的鐵娘子 故意不愛呢 怎麼會突然就放了那個什麼裝隊好啊 快說你知不知還有堅情 堅情 堅不堅情 我跟你說 當時在無盡之海的時候 我救了她 你說顧總就賣過我的面子 原來你的顧總在之前去見我們啊 就是 你是不是喜歡顧姐 我現在可是你們倆的寶鏢 那是誰的倆 哎呀 我忘了 欣怡還跟我說要開同學會呢 同學會 對啊姐 我要去參加同學會 你就讓白澤哥排位起來 也好 我這會兒就準備去公司開會 白澤 你跟雨柔一塊去參加同學會 我一定會照顧好雨柔 啊 這就是地豪酒店啊 是啊 這可是北城最豪華酒店呢 來這裡的人都是非不即貴呢 要不是我 你恐怕這位就給你來吧 是 這不是個酒店嗎 妙計 我手下 那就是開這家神殿的人 這白虎倒是混得不錯嘛 這地豪酒店 跟我在無形之海的巡洋店不像上下了 不錯不錯 有出息了 哎呀你們男人都喜歡裝嗎 聽我姐說 你可是我大哥的手下 做後勤 哎呀什麼養豬養鴨呀 你那是什麼人啊 想認識我的大人物 多了趣 哎 哎我聽說今天地豪酒店 有個慈善拍賣會 我正好邀請韓 走吧一起去 走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拍賣會 哇居然是水晶之類 這可是我姐姐最喜歡的項鍊 你一定要拍賣一下 這條水晶之類可是全球限量 比價 100萬 200萬 200萬 我們情少徒手果然非同反響 這個情少 難不成是知道姐姐喜歡水晶之類 想拍下來送給他 可惡 情少就是個混蛋 哎 一定不能讓他得逞 可是我沒這麼多錢呀你們 300萬 300萬 什麼先生 不知道我不認識 我今天講的情少徒手吧 350萬 我們情少徒手350萬 還有加價的嗎 可可可我情少這個混蛋 500萬 這 500萬 500萬 好瘋啊 在哪有這麼多錢啊 而且這公司還要付債呢 哎呀你別怕 你幾個錢 你給我錢 你 500萬 這位穿的很遺憾先生 難道是什麼也曾大了嗎 既然花500萬 買下水晶之內 550萬 兩千萬 兩千萬 彤彤買下一棟別墅了 什麼 千萬 每個錢 真的 我怎麼沒見過 怎麼有兩千萬呀 要是被姐姐知道這個事 竟然不得遭殃 隨便 你再繼續 我把我打動了 我還是把我打動了 你再說 我能否認識她 我還能否認識她 跟她要把她還能否認識她 有沒有 你如果你不是自私 你是不是 你不敢去 他呀 连你紧接跟我说话都对你这样三分 对我客客气气的 你还挺危险 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收拾 其实你还真是不收拾的 这是说 好小的 在北城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 上次看在安安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继续 但是这次你自己送上门来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哎虎哥 多带几个人带上家伙事 琴盛 这这可是地豪酒店啊 你可不敢在这闹事 玉柔我不跟女人计较 但是 你只要愿意删查两半 再叫我一声铁夫 那我们还不就是一家人吗 我呸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 你要脸天天就有手好钱 不干正事 你根本就是这个 你个小妮子嘴还挺碩 你姐姐我是一定要搞什么事 至于你妈 这么不是好歹 你怎么好好的收拾 鞋上 来 给我好好的秀一秀了 又是你啊小子 上的是你硬提好陈之温 这次呀我一定要弄死也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呀 赶紧跟我上啊 还有你们举了你你 让他看表演他上上 他们人都是弄的 呢 玉柔 你在旁边等我一会 这几很快就解决 嗯 你你注意安全 跟我说啊 放心 开口 下火一串废火 秦少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的话 我叫你一安安远点 听不懂吗 我我最近也没靠近安安呀 非靠近吗 你我可是秦家继承人 我们秦家可是北城的二个家族 你你敢打我 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敢打我 做错了事情就该打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我爸要是知道你打我 我爸把你剁碎了 为了不幸之还没鱼 啊白色哥 算了吧 秦家他北城对手还是有点势力 不是我们庄家能得罪了 得罪还能对我们都没喊出 我警告你了 你我家会远点 听到吗 听吧 带着你 白色哥你刚好不帅啊 告诉你了 哥是你永远都不到的男人 我呸 登记上远 哎 哥哥 同学会快开始了 我跟他上成就会啊 回来 哎哎哎哎哎 拜二十五 你们的水深之类 是我吧 你们的老板也是叫我姜白虎吧 告诉他 无尽之海 故人 什么呀 请请请 无尽之海 故人归来 正 莫非 他就是我们集团董事长 所说的那位神秘人 你今天可是我男朋友 要好好表现 给我丢量 值得 这是雨柔今天到底哪位 这包夹啊 我是特意味道包夹 就是呀 这地豪酒店一晚上都要几万块钱 这雨柔可不能浪费王少的一片心意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哎呀雨柔 你可算来了呢 这王少呀都在这等你半天了 雨柔 这是 这是我男朋友白泽 男朋友 雨柔 你什么时候交了男朋友 我前两天新叫男朋友 雨柔 你这男朋友做什么的呀 呃我 不需要 什么 不需要工作 那你有房吗 结果 出来北城吗 也没地方住 住雨柔那 干什么说这些废话 这会让我很丢脸 这没工作没房 那车总得有吧 开的什么车呀 我们王少呀 开的可是马沙拉蒂呢 马沙拉蒂 马沙拉蒂是我家最低档的车了 这也是为了平时跟同学拉近距离 低调性大 我以前 坐海边 呃享受自由的风静单车不用开车 海边 你男朋友该不会是不渝的吧 不是吧 你这什么眼光啊 在学校你可比我优秀多了 怎么现在一毕业混的这么差点 看我男朋友张绍 他 可是北城三流家族的张室总经理 你现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现在跟我男朋友 雨柔 当初你可是我们学校的女神呀 怎么这毕业不到半年 就在垃圾堆里找男人了呀 什么垃圾啊 我男朋友才不是垃圾 不是我说你啊 雨柔 我们王少追求你可有两年多了吧 王家可是北城挖矿的 追求他的女人从城北排到城南 你现在找一个这样的垃圾 不是特意给我个王少男堪吗 就是呀 王少今天特地给你预定了地豪酒店的包厢 打算和你求婚呢 求婚 今天不是同学会吗 女孩子不都是喜欢惊喜吗 我这个人呢 除了有点小钱 还真正没有缺点 雨柔 我听说你姐姐那公司最近缺了点钱 没关系 让我答应嫁给你 我可以帮你 我们要考虑一下 我有男朋友了 我才不要打你的球 王少是吧 我发现你这人挺装 装什么那个 我们王家的实力在江城 那是有目共睹的呀 不说别的 装我的零花钱 一个月就几百万 我用得了 用得了炫耀 可不是吗雨柔 人家王少一个月零花钱就几百万 你这男朋友 十年都赚不到一百万吧 几百万算得了什么 不算什么 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爸就给我安排了一个 非常普通的职位 有多普通呢 就是一个 上市总经理 雨柔啊很简单 你只要愿意 跟我交往 我就给你一个副作 哎呀雨柔 你还愣着干嘛呀 王少可是特意为了你才答应今天同学聚会呢 你赶紧陪王少喝两杯去啊 哎哎 你继续继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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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还是小美会来的事啊 那几个项目就签给你了好吧 这哎呀谢谢王少 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呀 王少 那我男朋友南城開發去的那個項目呢 這次約雨柔來同學聚會啊 我可出了不少力了 是啊王少 你看 南城的項目能不能 你放心 只要雨柔答應跟我交往 這一切都不是問題 雨柔你別出事了 趕緊去給王少進酒吧 星儀 怎麼你當死人了 我女朋友為什麼要別人進來 這小子當真是一般朋友 沒錯他就是我男朋友 你這是什麼眼光啊 你看看他 真是一生的地攤貨 聽說句挺不像 你到底看上他什麼了 就是啊雨柔 王少家裡有礦 有的是錢 人家放下身段來追求你 你可別付這好寶寶 可不是嗎 像王少這種白禮挑一的好男人 可不是嗎 你可不是嗎 能看上你 對你們莊家來說也是偏大的好事 白色哥是個男子漢 我就是喜歡他男子漢 男子漢 我也有啊 你們 都別太過分了 我自己的婚姻我自己做 我需要你們討厭 今天是同學會 大家一起來叙叙就 沒想到都別有用心嗎 這同學會啊 那參加也罷 白色哥走 這包廂是我預定的 你們先還進來想走就走的 我 有手有腳的 我去哪兒呢 你很甩啊 啊 我少了 我真的想你很久了啊 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啊 跟我以前呢 敢在我面前做 沒有一個不想著 王勳你幹什麼呀 我要跟他他跳 你連我都打不過 你跟他單挑 不是找死嗎 你要是把我逼急了 你信不信我就告訴我大哥 讓他來收拾你 譬如 聽說你大哥 在什麼冰島 看守壞人 十幾年都沒回北城了 發生已經死在外面了 新一 你別太過分了 譬如 這是我讓人 從國外給你們來的事情 真是 話頭幾乍 哇塞 王少出手真是闊綽 這條水晶之淚啊 聽說全世界只有兩條 一條在埃及王后身上 沒想到剩下一條 竟然在王少手上呀 水晶之淚 這 這 別激動 不過就是一條貨槍亮 省不了幾個錢 是這樣 你如果不用嫁給我 我送什麼都可以給你啊 我王家 最不缺的就是錢啊 巧了呀 王少我這也有一條 什麼 你也有一條 你這假的吧 水晶之淚啊 全世界只有兩條 羽柔 這年頭騙子多 你可別被騙了 是呀 羽柔 王少這條水晶之淚 一看就是藝術品 你難貌這條 肯定是地攤貨呀 王少 我這條是真的嗎 怎麼看你那條都是冒牌貨啊 王少怎麼可能買冒牌貨啊 我這鏈子 確實是今早在地攤上買的 五十塊錢還買一送一呢 不過這小子 怎麼可能買得起水晶之淚啊 啊是啊 羽柔我跟你說啊 這個水晶之淚 那是我好不容易脫關係 突然才弄到的 我跟你說啊 這小子拿的一看就是個搶貨 這就是個騙子 我趕緊給他分手 羽柔 王少說的沒錯 水晶之淚啊 有錢都給你買到 你男朋友什麼條件你心裡不清楚嗎 要不是王少給機會啊 他連地好酒店都沒資格進來 怎麼可能買得起水晶之淚呢 我這條呢貨真價實 哪條是真的哪塊是假的 我相信他心裡有輸 你 什麼話啊 你 你單挑 單挑就算了吧 又不是我的對手 再說了 我也不想弄髒地好酒店 你真囂張啊 我跟前上可是好哥哥好哥們 信不信我一個電話 前上就帶人過來滅了你 秦少 啊 你給他打電話 你叫他過來 我看他怎麼臉 黃俊 你夠了啊 你這條水晶之淚就是個假貨 白澤哥才是真的 我們今天在地好酒店的拍賣會上拿到的水晶之淚 怎麼可能是假貨啊 什麼 你的水晶之淚是拍賣會買的 那王少 你那個水晶之淚是哪來的呀 你管我哪來 總之啊 這小子的破銷量是假的 我的是真的 黃俊 你什麼你 哥友 你以為你們莊家還是當年的莊家啊 你哥啊恐怕早就死在外面了啊對 還有你幾個 陪水了幾個客戶 爬了幾個像 啊 我跟你說啊 你們幾個姐妹就沒有一個好貨色 我去你的 他也真是不知悔改啊 你可打我 打你怎麼了 你敢打王少 小心王少讓你在北城混不下去 招惹了我 我讓你們在地球都混不下去 你好囂張的孩子 也我都敢打 我去你的吧 我現在就去打電話 我呀 哎秦柯啊你趕緊過來吧 這小子太囂張了 說說什麼還要逼你啊 對對對你趕緊多叫點人啊 好我等他我等他 等著橋 我秦柯馬上就過來 馬上就到了 等著橋吧 秦少他還敢來 沒事兒 來一個我打一個 來兩個我打一雙 我倒要看看是你們人多 還是我全都用 有種 希望等秦少來 你還能這麼嚮張 羽柯 這秦少呢他可是北城二流家 我勸你啊還是讓你男朋友 趕快給王少跪起來道歉 兴許啊 王少還能饒你男朋友 一條狗蜜 姬姨 可是我閨蜜啊 現在怎麼變成這樣 誰敢欣賦我兄弟 哎呦 秦少你可終於來了 又是這小子 你得提兄弟出這個惡氣啊 好巧啊秦少 哎呦又見面了 小胡桃 你怎麼在這兒 就是這小子欺負啊 剛才嚮張的狠啊 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從哪補 你得跟他個教訓 快去吧 你找我呀 啊 敢欺負我兄弟 我看見我邊給他廢話 直接把他衣服扔到大街上去 剛才在拍賣會跟我叫 前我審情之類 現在還欺負我兄弟 真好 新仇就這樣 一起算 哎 最近啊 剛入手了一個新土標 有名 這位 可是無盡之難 古龍至尊 手下四大天王之役啊 定金等手 贏得這麼長啊 有名啊 四大天王之役啊 怎麼樣 怕 哎呀怕死了 嗯 小時候是奴了嗎 神經病 天天到我趁牛逼 我走了一批啊 死到臨頭了還醉 有名啊 上 這小子哥們多欣賞點 是 白泽哥 怎麼辦啊 這看起來真是高手 誰敢在我地豪集團鬧事 這不是地豪集團江董事長嗎 興奮興奮興奮 我 您是地豪集團酒店的老闆是吧 是 這幾個人在這打架都擾亂秩序 待下去 說什麼 我沒有打架鬥 我沒有冤枉江董事長 這小子 這小子他欺負我兄弟 我是來給我兄弟報仇的 他什麼事都沒幹 你太傻傻 這個屬命啊 住住 幹什麼 他給我帶上去 因為我教你們的牌 五線活拳 好好收拾 是 這我還挺少 挺少挺少 你們幾個 是想讓我親自趕出去 還是自己滾出去 我就知道 十年來我 無盡這台故人的死亡 你是知道 好 坐 坐 坐 這幾位是 啊 這是小美 女柔的閨蜜 這位是女柔 女柔是 好 女柔 我突然想起來了 然後有一點事兒 我就想走吧 是我姐姐 他不是去談項目了嗎 打給我看嗎 對啊 你怎麼說這 快點看看 那我接電話 去吧去吧 走 什麼車 暫時還不知道 但是這件事 早也沒收拾 都好說不去的地 一定挺好 糟糕的 白虎啊 咱們好久沒見啊 你在北城戶哪不錯 莊家的朋友是我生意的需要 我替他們照顧 增上 您可千萬別這麼說 別說幫忙了 就是您想要我地豪集團的掌管權 不就是您資上一句話的事兒 庄文浩他是執行任務運當的 他是我兄弟 我肯定要替他報仇 但是眼前還是得照顧好這倆姐妹 去老安全了之後 我再去 至少 您 我也去 你就別去了 留在北城 替我看好他們 你放心 不好了白泽哥 我姐出事兒了 怎麼了 我姐今天跟華青棠的老總 辛格談生意 被人欺負了 欺負安安 不找死嗎她 你姐姐在哪 我帶你過去 走 帶我去看看 我帶你去 張安 你這個廁所去了好久啊 我都以為你走了呢 辛格 你們華青棠提出的要求 恕我直言 沒有一家企業能做到 看來是我們裝飾妙小 只能下次再合作了 張安 你在玩我 是你堂科親口答應 把這旅遊的項目交給我們 我們華青棠 到你這兒就反悔了 我堂哥答應你 那你就去找我堂哥 張安 你怎麼在耍我 你堂哥拍著胸口給我保證 怎麼到你這兒就不行了 辛格做生意 你如果你只要喜歡和我 你不太去賣 你怎麼不得了 你不得了 這個合作協議 三天 我讓你重視破綻 姐你沒事吧 哎呀我妹妹來了 就是你欺負的啊是吧 你他媽是 我是你大爺 白澤你幹什麼呢 小子你 別廢話 是不是你欺負 動手了嗎怎麼欺負的 小子 老虎無法為你當我是閉貌的 你這白澤是吧 貌似在北城的上三家族 老子還沒聽過一個叫 做人啊 我在北城一向行為落實都是低調 但是我沒話說 這白色光怎麼這麼難看啊 誰讓你給他帶來的就給我惹事 名號 轟動全球 老子的華星堂高手無數信不信我 隨便叫出來兩個 就能打的你叫爸爸 信不信我現在叫跪地叫爺爺啊你 白澤你別鬧了 臭小子 怎麼得罪了我 你信不信我弄死 星哥 他是我保鏢 剛才的事您別放在心上 您大人不計小人過 什麼 這是保鏢 這是保鏢 他媽還以為北城哪個小家族 出來的是鬧呀 鬧了半天就這麼一保鏢 還他媽可教訓我 我不想跟你吵啊 不想默契 你還終於是要道歉 讓我等於我們畢竟 現在那麼一個城火標 都敢威脅了 白澤你別鬧了 有些事情不是靠全鬥就能解決問題的 就是啊白澤哥 我帶你來摔汪王的 不是來拖你的拼問 你把你的心都道歉 為什麼道歉啊 我憑什麼跟這個處人道歉啊 你怎麼說誰處手 你曉得 為什麼還沒有人敢跟老師這麼碰 你信不信我一個電話打過去 叫幾個人 為了你扔到太平洋餵鯊魚 奇怪 沒有什麼事情 不可以的 白澤你冷靜點 星哥是華信堂堂主 得罪太狠 對我們莊家沒好處 白澤哥你別胡鬧了呀 你現在這樣 我們莊家可是要夠大美的 他媽的 吼吼不吃眼前虧 你們給我等著 此仇不報我事不為人 大大哥 我我走了 我不看了 讓我讓我讓我 讓我讓我這一切都是誤會 我保證以後不會在你 啊 是你把這這就誤會 我以後這就誤會再騷擾你 啊 白澤 既然星哥都已經道歉了 你就別鬧了 你都不要活了 你 哎 你小子 你還不給我當著 哎呀好了 你解決完問題了 姐你幹什麼呀 白澤 你知道星天後找了好大麻煩嗎 這這有什麼麻煩的呀 我替你教訓 他以後也不敢招惹你 是啊姐 白白哥替你教訓你的心哥了呀 為了成立是之快 得罪整個滑星堂的人 這代價 你們知道嗎 什麼代不代價 我是你們前衛來的保鏢 你們出了安全的問題 我就得站住 是我呢 我看你真是養肚養賞 在北城 你以為救出拳頭 就能有立足之地嗎 啊 我 姐 白哥哥太出了保護了 你怎麼會這樣 這才過去多久 你倆所得到體界 你現在就開始幫他說話 跟我盯罪 不 姐 我真的沒有 不是因為今天你這事 莊家被毀 我跟你沒玩 哎啊 你姐姐公司要破產 是啊 你你趕緊把衣服穿上 跟我去趟公司吧 好 白澤哥你身材真好 小雅 從什麼時候 告訴你啊 哥 是你公演藏造的男人 我呸 臭表裏啊 啊 喂 這是莊安安女士嗎 向我們花上銀行的一千萬 下午兩點之前務必規劃 不則 我們將從 程序請送你 下午兩點之前 我上個月才借的 喂 喂 啊 姐怎麼回事啊 咱們裝飾集團怎麼會突然經濟危機了呢 你把他帶來幹什麼 白澤哥是咱們家保鏢嘛 這種情況當然得為我們排油解耐啊 是啊 這公司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之前的幾個項目 之前的幾個項目突然停滯了 跟風向集團的合作也出問題了 他們現在找我索賠幾千萬 我上哪兒籌這麼多的錢去 風行科技好像跟華心堂走得很近啊 難不成 是華心堂在搞的鬼 華心堂 啊 就是那個什麼星哥啊 白澤都怪你 要不是你 我們莊家能遇見這事嗎 我們莊家要是這事被毀 我大哥絕對饒不了你 啊 你放心 我會替你解決的 長哥 他不是跟著奶奶去參加會長了 怎麼給我打電話 長哥那個人一肚子壞水 聽到咱們公司破產了 就想打個電話逃跑那樣去 喂長哥 什麼事啊 啊 奶奶說了 要是你搞馬上裝飾 那把你搞清楚一下 什麼 你放心 公司有我姐姐在 不會破產的 玉柔你幹嘛 姐 堂哥這種人別搭理他 尊上 您有什麼吩咐 讓你調查的華心堂 還不記得 這華心堂 就是您吳京之海創立的巡弦店 下面的下面的一個小小分會 啊 一個小分會就如此成 尊上 需要我滅了華心堂 前面上去 果然是我巡弦店之下 現在當務之急的是 你得讓白武 以地豪集團的名義給安安打一起 讓安安的公司先過過危機 社長 為什麼不直接把地豪集團送給安安小姐 只要他有了權勢地位 那日後肯定沒有人敢欺負安安小姐 以安安的性格 此等不勞而獲的東西他肯定不會接受 資金的事你馬上去安排 遵命 你 啊 也還不容易碰我 啊 聽說 你們裝飾破場了 沒事你來幹什麼 哎 這輩子聽說你們裝飾 遇到今天危機了 今天遇到困難了 怎麼不聽我說一聲 你咱俩的關係 我能不幫你嗎 你就是黃水王給雞拜年沒愛好心 幫忙 你能幫你嗎 你不過就是想讓我姐嫁給你 我說你這妹妹 還真不是好歹 我好心過來幫你 這麼說 看來確實不把我們情家放在眼裡 牛 少說兩句 你知道您還是回吧 啊 我們情家有的事情 只要你嫁給他當我們情商贏主 那我的錢 不就是你的錢 我可是聽說 我已經把各大銀行 都在想著裝甩一下 你也不希望 你放開我 放開我姐 要不是看在你姐的面子上 我早就收拾你了 我跟安安的事情 我勸你啊 還是少管錢是 你放開我錢上 你要是再敢這麼放肆 我就讓他們發光你的衣服 然後錢中了 啊好好地讓你爽一爽 敢我不敢 我有什麼不敢 你不就仗著 你沒有抽保鏢嗎 啊 放開我 我找人家能從國外 定起來幾個頂尖高手 今天這小子來 就把他收拾的風風天天 要不然 我他媽跟你去 放開我錢上 放開我 鄉親的 他沒有你啊 啊 過來 我告訴你 你要是敢動我一下 我動死你 是死活動心 我告訴你 我爸專門過 進行了國外的頂尖高手 多可動 今天是今天 就是你的今日 就這幾個歪掛烈藏 是頂尖高手 來舅哥 剛剛 秦少海說 要把你吃個服務貼拳呢 這啊是吧 那你接後要多個小弟了 可笑張你 該說 現在裝飾不改變的 秦少 現在博士也是過來幫忙的 你就別鬧吧 幫忙 他能幫什麼忙 這小子心裡肚子壞著 不搶亂就不錯了 啊 你放心 公司的事我先進去 要他 你安排出去 你像什麼東西 你三個方向照顧自己 什麼德行 喂 趙秘書什麼事 翁總剛才公司收到一筆匯款 一個月 咱們裝飾有救了 什麼 一個月 誰會的話 不必查清楚 我必定上門趕去 公司剛收到一筆匯款 公司有救了 太好了 誰這麼好心啊 幫你裝飾這麼大一塊 華心堂新歌 不是說裝飾快咱們了 還有人常安匯款 這麼大的小女兒差 怎麼到現在都不夥呢 啊 秦少 這一億真的是你安排的嗎 沒安排匯款 一個億又不是小錢 我上哪弄這麼多錢 不供 啊 沒錯 這錢是我 加量什麼關係啊 你有困難 我能做師傅管嗎 啊 怎麼 真的是秦少匯的塊 姐 你的未來給騙了 秦少 你雪中送炭 我感激不濟 這一億 等我之前的匯款收了 我第一時間還錢 啊 行了 人家不抓八道了 啊 你別聽到我的八道 這錢還 給我聽到 你安排的 你有錢沒錢 我心裡不知道嗎 白澤你夠了 給我出去 哎 你不掂量掂量 嗎 你在這邊想 fighting 啊 我正沒拼 行啦 沒停想安安讓你滾 別再這兒害事了 啊 我帶你去吃 吃滾牛排 小意思就不用去了 哎呀 一鍋二 房子開好了 哈哈 我再為你最後一顿 這錢到底是沒有 一樣 你可真是 錢怎麼不是完美的 我們情家經濟實力雄透 最不缺的就是錢 別說是一個你 就是十個億也是想 你你你他媽的你敢打我 臭欠生跟個狗皮膏要 安安在哪你在哪 我現在為了事 跪到地下教爺也不是 白瓷你住手 爺 你覺得這錢就不是請上安排的 你別再放肚子 你就讓白瓷好好教你 白瓷我勸你趕緊滾 否則 我就把你大協拔塊 扔到沙漠裡面被骆驡 不管腦子有病 屁話還多 我看你的 你馬录就幹什麼 過世 你要是說什麼 我爸是不會放過你的 你幹嘛別回來 親我 你不前家破產嗎 哈哈不可能 去呀不可能破產 夠了白澤 再這麼鬧下去對我們莊家沒好處 讓他否則了走 莊愛 那你情況是什麼了啊 心理的其實大必要血戰血潮 電話響了 你死定了 這就是發生 喂吧 關長公司 請讓花冰得益的破壞是算的 竟然得罪雲電子 人家被你害的破產了 媽 媽 你是不是搞錯了我們現在怎麼破產了 我沒有得罪雲電面的人 還不趕緊給我滾了 嘿 爸 爸 你趕緊滾 是不是想讓我把你從這坐外去啊 我走 四哥你真的好帥啊 你叫什麼呀 告訴你啊 哥是你弄的 好 嘿 誰迷戀你啊 我就是二人 哎 白澤啊 這一億 是我報告讓你交代給我的吧 你大哥 呃 對 對 這錢 這錢 就是你大哥 讓我交代給你的 那剛才真的是誤會你了 對不起 哎 倒什麼欠啊 怪我自己沒說清楚 我 我大哥在吳靜池海是做什麼的呀 這一億可不是小數目啊 他 不會是在吳靜池海做什麼勾當吧 那愛的錢 小阿東 你又贏了呢 這錢是你大哥一喝一喝咋的 是他的血汗錢 你不是擔心我大哥嗎 你不知道他現在什麼情況啊 執行任務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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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局 好了白澤 今天 真的是謝謝你了 說了別這麼個子了 不要放心吧 留在北城我照著你 好了 上水忙完了 聽不出一下 吃下好吃的 啊 曹花有得意的 他怎麼會給我打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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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唐哥 啊趕緊回家一趟 奶奶說要召開分泉大會 奶奶說要召開分泉大會 喂喂 喂 姐 什麼事啊 快跟我回家 奶奶要開分泉大會 奶奶要開分泉大會 分泉大會 啊 走